好那我們現在就是請大家就掌聲歡迎唐鳳正偉來為我們開始今天的演講 謝謝 謝謝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演講 他們要我一定要站在這裡是不是 這個攝影機比較容易拍到 不過這樣這個就要移 OK這樣應該可以 我們就保持這樣 我想我的演講其實如果大家有看到網路上面的一些錄影的話 其實應該知道我演講是沒有主題的 是主題是大家決定 那所以通常都是一開始請大家先掃這個QR Code 或者是如果你是用電腦的話也可以到slido.com 然後輸入11011 緊號不用輸入 那不管是用輸入的或者是掃QR Code的 都可以到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不過我剛剛自己也發現到這邊的4G收訊 並不是非常的好 對可能是希望大家在看電影的時候比較專心 所以如果有這個學生的帳號的話 據說有WiFi 可以用這個學生的WiFi就可以登入 但是如果沒有學生的WiFi帳號的話 那其實隨時都可以舉手發問 或者是請你的左鄰右舍幫忙把你想要問的問題提上去 那但是我還是繼續介紹這個網路空間好了 它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是匿名提問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其實舉手提問 不但需要一些勇氣 而且有時候會打個六七折 那但是匿名提問的話 通常就可以問出就是比較直接的問題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是可以按讚的 所以你如果看到別的問題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你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在按讚的時候也是來告訴我說 欸這邊可能30個人裡面有5個人 7個人10個人對某一個問題有興趣 那這樣的話我就知道可以有限回答 因為它就是問題散在人比較多的會排到比較上面去 那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有一位朋友做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示範 所以我們來鼓勵一下 就是說就有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唐鳳文元人文領域應該要如何善用AI 如何善用深度學習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那我就會去調簡報 就是就會去開這個相關的簡報 然後跟大家分享說 那我在這個人文領域善用AI裡面 有什麼樣子的想法等等 那我就會回來 然後再把這個問題消掉 然後就再有別的問題等等 所以我想這應該還OK嗎 我們就會用這樣子 那表定是到11點是不是 所以因為我聽說問題12點要開會 對表定是到11點嘛 對那我們中間不特別掐休息時間 那中間如果就是需要進進處處 那都沒有問題 已經這個有老師出去也有老師會進來了 這個我想這是很好的示範 就是隨時都可以進出這個場域 好 那所以關於人文的部分 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我看到的擁擠器學習 尤其是這位朋友點名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 然後在人文上面互動的一些案例 先跟大家介紹 這個是我的辦公室 那是在那個 還不錯吧 不枉費 寫漢兒我們知道是trism difference 就是染色體跟我們比較不同 那我們看世界的時候 可能用的是一個數字的或者文字的抽象的方法在看 那他們在看世界的時候 常常是用啟合的甚至託譜的的這樣子的方式在看 所以當這些朋友畫出他們看到的足球場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像範谷的話 就是大家會好像走進範谷的話裡面一樣 然後就會有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感覺就會出現 那其實我們透過跟寫漢兒基金會的合作 其實社會創新這四個字 就是講的就是說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然後對大家都有好處 越多人參加對大家就越有好處 最後當時他們發明寫漢兒三個字 大家學會說不要用這個唐氏症患者這五個字 叫寫漢兒 這個其實就已經可以叫做一個社會創新 就是大家隨著換這樣子的講法 就不會覺得說唐氏症患者 你知道患者就覺得好像 他就是應該在醫院照顧啊 在家裡照顧啊 治療師啊等等等等啊 但是呢 你聽到寫漢兒 就表現出 那他也是有一種貢獻 而且他也可以變成 我們的這整個空間的一個很重要的推銷 因為你要我畫這個 我其實畫不出來 我的藝術典份就還好而已 所以就是說 他是從大家需要幫他忙變成 他也可以來幫大家忙 這是這個空間的一個特色 那這個空間呢 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 任何人都會來找我 聊四十分鐘 那聊任何主題都可以 早上是walk in 那就是直接來找我也不用 就是booking 那下午是預約 所以就是跟一般門診都是一樣 對 然後 對 人沒有連續廚房進去 OK 然後 唯一要的這個條件 就是說大家聊的過程 必須要公開在網路上 那就大概快兩年前 而且我剛剛setup這個office hour的時候 就有一群人來了 那這群人呢 他們是麻生理工學院的一些朋友 那Media Lab 大家可能用過他們的一個產品 叫做Scratch Scratch就是用堆積木的方法 來寫程式嘛 這個應該不用特別講 因為很多人都看過了 那由那個樂告公司獨家贊助 對 就是可能前一幕的話 他就可以多賣一些樂告 那無論如何 就是說 Scratch的特色就是在於 其實剛剛老師有提到 就是你不會把程式看作是一個 好像非常抽象的東西 它是可以像疊積木一樣 非常具象的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把一個邏輯去完成 那所以同一個Media Lab 他們現在也在對 剛剛講到AI的應用 就是self drive and be 和無人載具 也做了一樣的事情 他們這個叫做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具有說服力的電動車PEV 那這些車子呢 的特色就是 它也像是樂告一樣 它裡面的模組 像Lidar這些 都是非常便宜的 那就是比起Commercial的那些 而且呢 它也可以隨時抽換 它非常的模組化 它不但是開放硬體 就是你可以隨時抽換 它也是開放軟體 就是你可以去改 它怎麼想 這個邏輯都可以改 而且它也是開放資料 就是說它在各個城市 開這些自駕車的這些資料 都公開出來 當這些都公開出來的時候 這個好像 夾子電動大樂隊 有一個名言 說這個技術問題都解決 藝術就出現了 所以就是說 當這些技術問題都解決了 就是大家都有完整的 這個創造的能力的時候 那他們跟我要的呢 就是說 希望把我的這個 社會上的實驗中心 做成一個像沙河 一個實驗場 他們就放著三台來 然後就整天在那邊 跑來跑去 好 對 那因為沒有路權的問題 我們那個以前是空軍基地嘛 所以在那個裡面 跑來跑去是沒有問題 因為就是它其實不是公共的道路 而且也沒有標誌標線 事實上是 如果你去問台北市公路局的話 他們也知道這兩年才有標誌標線 所以這個百慕達三角洲裡面 它怎麼開都是不違法的 但是呢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這樣子才有人文的朋友們 加入的這個機會 大家經過 大家可能知道它旁邊是建國華市 建國華市經過的朋友們 一看到這個 然後呢 因為我們這些開放黑客送 任何人都可以走過來 然後就有人問我說 那政委 這個你為什麼要跟這些 這個手推車啊 這個站在一起拍照 對 就當你手上是好幾盆花的時候 什麼東西看起來都很像購物車 對 就是很像那種這個大賣場的手推車 但是多一個縫檔的 其他跟手推車都沒有什麼兩樣 那我就說這個設計出來 不是當手推車 好 那但是呢 他說沒有啊這個就像手推車 然後他就這個把那個買的花放進去啊 發現也可以放 他真的是可以當購物來使用啊 然後呢 那旁邊的北科大同學 當然就解釋說 這個叫做自駕駛 那自駕駛的意思就是 你告訴他你要去哪裡 那他就可以去那裡 那當時呢 他們有用一些便利貼 就設計思考的方法 來想可能的應用 那 這應該是這一對 這個比較年長的這個夫婦 就說沒有 我不一定要他去哪裡 我想要他跟著我 那原因很簡單 他們use case就是說 他們在經過花市賣了花 然後很重 然後他就算拿一個拉的推車 他承重是有限 然後呢 所以他常常逛不完 他就就是不知道怎麼樣 那他可以暫時放在某個地方 可是這樣就很容易 就是loose track 所以總之就是很不方便 那他就發現說 這個手推車 既然叫自駕馬 那可不可以叫他跟著我們走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一面買 他就好像那個 就是你不用牽那個江繩 就是一匹馬這樣子 就在你旁邊這樣走 然後呢小的 然後你買的時候就放上去 買的時候放上去 然後這個驼售 這個他快滿的時候呢 他就趕快再叫一台來 然後 然後因為他可以做slee 所以那個滿的就在後面 空的繼續跟在他旁邊 然後他繼續放 然後這樣子他買了三車之後 雙手都還是空的 心情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時候 他才會用到他的自駕功能 就是兩位就各做一台 他們就把他拿回家了 招搖過世 所以這樣說 好 就是說這樣子的需求的處理 這樣子的需求的聆聽 然後以及實際去做我們說 民主制的ethnographic 就是hang out 就是跟他們混等等 這些其實都不是理工科教的題目 傳統上 現在當然也開始叫設計思考 但傳統上這個是在人文 尤其是在社會 在人類學 在民主制 在所有這些人文地理學 等等等等 是這邊的研究方法在作用 所以當這邊研究方法作用的時候 他就可以帶出什麼呢 帶出一個叫做社會常模 就是social norm 大家覺得無人載具 應該要怎麼用 我們這個社會才會比較開心 而不是只是說 你一聽到就覺得一定是十足一百的大貨車 那個跟大家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當然可以把什麼冷鏈的效率提升啊 什麼什麼東西 可是事實上這跟我們生活是無感的 所以實際從大家想要改的東西出發 我覺得這個就是AI 尤其deep learning 要怎麼樣去應用 因為deep learning的特色 就是說他要實際去體驗很多不同的狀態 如果一台自家車從來沒有在建國化石裡面走過 他只是在我們沙輪或者張斌去訓練 你就不要期待他到建國化石裡面能夠開成怎麼樣 說不定就很慘 所以就是說他社會上對他的需求 決定你要給他什麼訓練場域 給他什麼訓練場域 決定他會形成什麼樣的倫理觀 然後形成什麼樣的倫理觀 有一個大家及時的feedback 因為open source open data 大家都可以改 才能夠實際去改他的這個硬體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這樣改了兩三輪之後 他現在就長成這樣 因為我們發現說 在花式裡面你跟丟的時候 你必須有兩個眼睛 而且眼睛還要能轉向 你才知道說他正在找誰嘛 對不對 你如果只有中間一個有閃紅燈的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幹嘛 而且他必須要了解旁邊的人的那個情緒 就是他還要有emotion reading的那個能力 然後呢就是我們叫做互相巡話 co-domestication的這樣一個過程 然後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教他嘛 就不會是洪水網搜 就變成一個巡獸 就是說他這個之後碰到人 就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MIT Media Lab 他們這些不可能碰到的狀況 在網路上面有一個互動的遊戲 那這個遊戲就是說 當這個自駕車人很擁擠啊什麼 那但是呢他就只能讓一個人過 必須要擋住另外一個人 甚至不小心撞上另外一個人 這個是三輪車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開的速度比我們跑步還要慢 所以他撞到人就撞到人 不會怎麼樣 但是就是說當他再快一點的時候 就會產生倫理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用這種 實際的經濟模擬的方法來做 survey 那台灣這邊的數據呢 應該是有發在Nature 我沒有記錯的話 台灣這邊的數據是說 這些自駕車都應該先讓長輩 老人就是他行動速度不快 應該先讓長輩通過 然後呢接下來是可能輪椅啊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這個也是非常合理 那接下來可能是懷孕婦女 這個也是非常合理 那接下來可能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會亂跑 他的這個行蹤比較難以掌握這樣子 好所以是剛好老弱婦孺啊 這樣子的一個順序 其實為什麼我們講AI倫理 我們沒有辦法抽象的來探 因為光是老弱婦孺的排序 在每一個地方就不一樣 抽象的來探絕對沒有好處 因為你抽象來探 覺得好像找到一些我們效益主義嘛 這個效益的權重啊分配什麼 可是到某一個社會的時候 那個社會對這些效益的category 就是他的分類其實也完全不一樣 甚至是有時候不太容易共良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與其在某一個地方學 然後然後transfer learning過來 然後變成分類 不如讓我們這些就是在地的朋友們 透過一些人文學科的一些方法 先把自己在馬路上面 可能開車或者騎個Gogoro 或怎麼樣 你自己碰到類似的情況的時候 你到底腦裡閃過的社會場合是什麼 先把它capture起來 capture起來之後 才能形成我們這個社會 對於這些AI要進入社會的時候 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那這些想法 你就不會有一開始這個label 訂得太粗書 然後就是過度擬核啊等等 這個問題就是你剛好貼緊那些label 可是這些label 根本不是我們這邊用的 所以像這樣子 一開始可能有一些 比較crowdsourced的方法 來找到我們的互動方式 很可能對大部分人來講 都是比較好的一個進路 所以這是先具體回答 各位朋友的問題 我一個問題可能 就是以後不會花那麼長的時間回答 因為主要很想鼓勵大家提問 所以如果就是你上不了slido的話 現在可以舉手發文 就是我沒講一段都很歡迎互動 那但是就沒有人 好沒有關係 好 那那我們就就往下一題了 好 那請問現在銀行的內部跟外部 要怎麼樣子用AI來創新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在open banking的這個潮流底下 大概可以分成兩個側面來講 銀行的外部用AI來創新的時候 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就是AI能夠訓練的資料 所以包含台灣這邊聯征的資料 很多很多資料都是這邊所需要的 那我這邊就來講一個 我們在總統被黑客送的一個創新的一個例子 那在場的人有知道總統被黑客送在幹嘛 可以先舉手 好 一個人都沒有 那就是我可能先解釋一下總統被黑客送 到底是做什麼的 再來解釋總統被黑客送的團隊會比較好 總統被黑客送是 黑客送有人知道是什麼嗎 比較多人知道 好 黑客送就是黑客馬拉松 那黑客就是不是去改現有的系統 而是去在現有的系統裡面看到現有的問題 然後去創造新的系統就沒有這些問題 創意我們叫think out of box 對一些朋友 那總統被黑客送就是一個三個月的一個過程 每年大概四月的時候 我們會請大家去提案 提出說在社會上面 有哪些我們目前政府還沒有做得非常好的部分 那各界還看到一些問題 也許可以用創新的方法來解決 可是呢以前不管是因為預算 因為法規 因為人事 因為各部門不信任等等的各種問題 他一直沒有給一個結構性的解決 那這個時候呢他就可以來提案 然後我們就會試著把它媒合 好比像說去年 有台灣自來水公司的這個維修員嘛 就提了這樣子一個案 他說我們現在在維修的時候 他是好像基隆小區的維修員 基隆那個時候從有一個地方漏水 到那個地方的漏水被偵測到 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他中間已經漏了蠻多水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就是因為 因為這些維修員是帶著好像那個聽診器一樣 他每天就是去巡迴去聽有沒有漏水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就是比較結構簡單的一個工作 所以他們主觀成就感 如果沒有聽到漏水 其實主觀成就感沒有很高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如果聽到漏水 他們就要發揮創業嘛 去看地形地質什麼把它修好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現在我們知道氣候變遷嘛 那台灣這個就是節水啊 就是開源節流啊 都非常的重要 那他們受到很大的這個行政院的壓力啊 就是要就是讓漏水的情況 這個有大幅的改善 那但是呢 他們想要招聘更多的人來聽 因為這個有個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你招聘十倍的人來聽 當然就解決這個問題了嘛 但是這個招募就碰到一些挑戰 就是說並不是很多年輕朋友想要做這個工作 這個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對 所以就是說你在這個AI會不會失業之前 要先問說那份工作還有沒有人想做 所以這個是一件事 那所以他們就提案說 那我們希望能夠做出一個對話機器人 因為他們知道LINE上面有很多的 chatbot 那他們希望一醒來 那那個機器人就說 師傅啊我知道你現在在這邊 那你附近這三個點最有可能漏水 你今天要不要就拍個班 然後這個是比較短的路程 你就先聽這三個點就好了 那他就一個許願 很像許願池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就大家都來對這些許願池 去類似一個投票 那anyway 總之他們最後就贏了東東白皮克松 他們是去年的五個作業團隊之一 五個團隊不排名 所以他們解決的就是聯合部門區發目 裡面6.4項 increase water use efficiency and ensure fresh water supply 來確保大家都有就是 潔淨的飲水可以來使用 而且也增加水利用的一個效率 那他們的解決方案的這個團隊 就非常非常多人 因為大家都是就是周末的時間 包含我們行政院院本部的一個 就是MIS的一個電腦的一位管理員 那他其實是一位博士 而且他的論文是寫AI 所以其實我不太知道為什麼他在這邊 但是無論如何他就很高興有一個地方 可以發揮他的長才嘛 那從業界從HTC也來了朋友 然後資色會 然後政大有兩位碩士 那他們就組成一個team 那實際去跟著這位就是檢修員去訪查 然後用SCADA就是他們一直累積出來的水流量 水壓等等的數據 真的準確率高達70% 那70%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每天他可以看三個地方的話 那你就是30的三次方嘛 就幾乎每一次他都一天裡面至少一個地方 他真的是漏水的 所以他每天都會發揮創意 每天都在真的解決漏水 那這個的話年輕人是願意的 就是我每天都在做一些需要發揮創意的事情 而不是每天都聽了 然後在表上面勾說沒有漏水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我想這裡的特色就是 我們把AI當作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智能 我們不是先去問說 我們有一堆AI我們要導入什麼 我們是先去問說 在工作裡面到底有哪些結構簡單的 我們已經累積過資料 一些人不想做的事情 那人不想做的事情 即使你就是好你訓練了一個學徒 學徒終於學會了 其實老師傅就是有一天也是要交棒的嘛 那但是他如果訓練一個機器學徒的話 所有全台灣的老師傅都可以用同一個機器學徒 那這樣的話其實這個訓練的成本是大幅的減低 所以這個他們就很具體的解決了基隆區的問題 不過呢其實政府常常辦這樣子的黑客松 就從競賽啊創意競賽啊 其實是現在滿城皆是黑客松 那以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假設辦了這樣的一個之後 其實基隆區固然受益 可是台水不一定有那個政治授權 讓他們去把他們的錢花在 把這個一下子就普遍到全台灣 他們就要逐年編列 可能還用捷魚款 而且事實上他們的錢裡面根本就沒有這個科目 所以他們還要去跟主機總處爭取啊什麼之類 可能兩年就過去啦 常常都是這樣的啦 對 那所以呢我們在總統辦黑客松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有很有趣的設計 就是總統會辦一個獎盃 那這個獎盃就是有點像右上角那個符號 不過底下有個小方盒子 那個就是一個投影機 那所以就是像就是微星投影機 大家應該有看過 所以在獎盃底下有微星投影機 這個投影機你只要一打開 就會投影出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那這個非常的有用 就是如果你的處長說 這個我們沒有預算耶 年底結預款 這個沒有這個科目耶 這個不能放在金廠門耶 你說投影出現總統的預兆 他說其實有錢 那如果你的次長 甚至你的部長說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這不是只是經濟部的事 我們要跟內政部討論 要跟衛福部討論 這個我們要做一個跨部門的法規評析 我們都很忙啊等等之類的事 你只要一頭贏總統出來 他就說這個主命 這個幫我安排一下 所以就是說 神主牌是很有用的 所以我們每年就頒五個這樣的神主牌 那這個神主牌的意義就是說 總統承諾 那我們會緊切力量 包含行政院 包含各院在內 我們都會讓這樣子的想法 在十二個月之內 把它變成國家政策 而且在全台灣通行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是一個政治承諾 那又因為我們記錄蠻好的 去年的五個今年都變成政策了 包含這個偏鄉離島 就不用 就是因為不太信任在地的護理師 所以就 就是直升機半夜還要送人到本島 然後因為如果下雨的話 直升機就難免有不測嘛 那所以呢 去年的另外一個隊伍 也是運用就是 遠距視訊會診的方式 那讓本島的專科醫師 能夠去請在地的護理師 去做必要的處置 那這個其實是違法的 但是在當時 那但是在那三個月裡面 我們就試試看 就是給他一個類似實驗場的 這樣一個地位 就不來罰他了 那他們就實驗 就是實際上這樣子 真的會增加信任 包含空心總隊的那個會診中心 包含當時要調這個彼此的這個病例 還需要紙本 那但是如果你能夠加速 把紙本送到本島 那病人也到本島了 所以這也應該要用電子簽章的方式 所以其實他們在當時 如果硬要做的話 是會違背大概一個法律 跟五個法規命令 那所以其實是 就不會有人做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們在中文 沒黑客中說 不來法律 所以他們就在 應該是 藍瑜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還是綠島 藍瑜的樣子 對 因為在綠療衛生所 綠療衛生所 然後就是了 就一個單點實驗 試起來真的不錯 真的有效果 那可是就像以前一樣 就是說以前如果基隆 這個解決問題 不一定就會到全台灣 很可能就 太死腹中 因為違法 那但是因為總統頒了這個獎 所以 這個衛福部跟法護部 就必須要就是 反正如果他們不聽話 你就打開通機的話 所以我們遠去醫療法 就通過了 然後那個醫師法也修正了 所以現在在醫師 透過視訊 陪同護理師的時候 這個護理師等同醫師 他可以做醫療處置 那然後 中間的所有這些法規 什麼都修正了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整個point 就是說我們有一套拘束力結構 這個拘束力結構 就是說你花三個月 證明給這個社會 你的idea真的很好 雖然它可能違法 可能沒有錢 可能什麼之類 但是接下來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的事情 我們就在一個月 一年之內 就幫你把你的理想去實現 我想這麼多 是因為 這個每一個都會形成 到最後 因為我們在二十強的時候 就會讓公部門 讓經濟部門 讓學研部門 然後還有讓社會部門 都進入這個形狀 所以他們就會形成一個 我們叫 Beta Collaborative 就是一個資料寫作關係 這樣各方都才能夠看到說 這樣子一個新的arrangement 對我們都是有好處的 所以在open banking上面 也必須要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才能夠去服務 就是所有人的公共利益 那我剛剛想要介紹的是 因為這些網路上都有文件 我就稍微講一下概念就好 就是有一個team叫做炸彈掏空 早知道 就是今年的十強裡面 有四對都是AI的 AI加上群眾智慧的 那左下角那個16.4 Combat Organized Crime Illicit Financial Flow 就是像巴拿馬文件那樣子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全世界都有很多 就是這家公司 它營業額可能只有1億 可是它很想要跟銀行借 10億的錢 原因不明 但是它就透過跟另外兩家 也不一定在同一個管轄領域裡面的空殼公司 因為事實上後面都是同樣的人 那它就把它的擁有的資產 就是高估它的估值 然後讓它去買 然後再轉手 然後再買回來 那所以其實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但是看起來它的營業額就變成了10倍 那這樣子它跟銀行核貸的時候 它就可以貸到非常多錢 貸到非常多錢之後 它再找一個沒有加入這個 國際發行前組織的管轄領域 然後就跑過去過它的下半輩子 叫做掏空 所以就這樣說 那這些活動 那其實你到事後再去抓 其實就不是很容易了 因為 就是專家 那所以這些朋友們 他的想法 這個team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如果透過 尤其是上市會公司 它必須揭露的公開資料 然後我們再透過 不管是廉政 或者是不管是各個銀行 所提供的這樣一種統計式的 就是資料的釋出 那這樣子我們再把這個跟施加登錄 然後跟就是經濟的景氣 然後他們還用了什麼平均溫度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你不一定覺得會有關係的 他們找了非常非常多 然後全部丟進去 然後就開始做supervised learning 那它的label就是那個 就是起訴書 就是司法院也open data 就是所有起訴炸彈的 起訴透空的 把它當作這個label 然後去train剛剛的那些公司的歷史資料 那這些資料這樣子做出來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deep learning的特色 就是說它會找出關聯 跟能夠預測 可是它不能告訴你為什麼 所以就是好像真的有一些關係 那後來他們model大概選的蠻對的 就是他們只用公開的這些資料 就在複選的時候 那跟評審說 我們現在run出來chart是這樣 那目前風險最高的就 就這幾個公司這樣子 某一個就是特別離群職值 特別高這樣子 然後我們決選的時候 那公司就包出來 非常的有意義的demo 可以說是用整個社會來demo 那這個demo當然也很難給它過 所以它就變成了前五名 也拿到了總統獎盃 他拿到總統獎盃 那個提案人才終於說 其實我是國稅局員工 但是不是一個很低值等的員工 而且長官也不是很支持他 因為反省前所 真的不是國稅局的主要業務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其實一直都是用一個 就是他跟長官說 週末去參加民間活動 那個提案都是民間體 因為他找一些民間朋友 那然後本科配合搬離 但是事實上就踏心 對那所以同樣就是說 如果他最後沒有run出來 至少這個對他的就是公務生活 不會有任何妨礙 他只是配合民間的提案 提供一些必要所需的資料 那但是因為這其實是他的主意 所以他贏了之後 那他的人生就改變了 他就變成我們這個很多 諮詢會議的座上講評 但我的point是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就是elicit financial flow 為什麼他的這個approach會成功 而很多別的地方 就是用heuristic 就是大家的經驗判斷 的預設力反而沒有那麼高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透過金融的統計資訊的揭露的話 我們才能夠去知道說 現在不同的就是炸彈 不同的套空 他們是非常有創意的 所以這個pattern是非常容易mutate 所以如果你不是用那個實際的東西去train 而是用辦案的經驗的話 那確實也許這個辦案的經驗 在這一段時間非常的有效 就是你會看到一些factor 可是這個在社會學上叫做雙向詮釋 你正在詮釋社會的時候 社會也在詮釋你 所以他們就會改變他們的行為的pattern 所以反而會變成就是很多false positive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一個approach 因為它是隨時即時的資料 未進去即時調整 即時調整 那就比較容易去做出有公共 就是概念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他們也必須要做出一個 叫做open algorithm的 就是開放演算法的一個方式 因為畢竟這個是會影響股市的 如果你跑出來的話 這個跟它的股票的價格也會有改變 所以就是它不能夠變成是一個 好像是大家各自各自跑 它必須是先把它的這個判斷的方法 甚至它train的方式用的模型什麼 全部都公開出來 然後各界都覺得說 那我們自己手上有些資料 我不一定要給這個人 我是把它algorithm下載下來 然後我在這邊train 然後弄出一些indicator 那就像是我們自己在學講話 或者是學走路的時候 其實我不記得說 我真的自己會走路的那一步 旁邊的那個狀態是什麼 為什麼我那一步就學會了 我也不記得說 我第一次講出 萬整的文法的句子的時候 旁邊是什麼 所以我才學會了講話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腦裡面只記得 最後train出來那些model 不會去train出那些road data 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實就是都會講話 但是也不會記得說 我是什麼情況下學會講話 當然也可能有些不同的例子 就是當時你有強烈的情緒反應 所以它snapshot下來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 一般的training它不需要存road data 也事實上在真實的神經網路裡面 它也是不存的 那所以在上面的那幾個layer 在上面那幾個layer 我們如果把它分享出來的話 它就比較沒有那個情害隱私的問題 因為它完全沒有辦法還原到任何單筆 不要說無法還原到單筆了 你無法還原到本來的任何一筆的形狀 因為它是share wisdom share insight not data 它分享的是這個wisdom 這個insight 所以它用純粹開放的資料 這樣子train完之後 它的這個概念 在一些不是公開的資料 非共發公司等等的這些 那其實就比較適合用反過來 用open algorithm的方式來做 那以前的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在外部你要去這個叫做reg tech 監管技術 你要跟監管者一起發展監管技術 最大的困難就是說 大家沒有辦法用一致的資料格式 也沒有辦法同時更新自己的model 但是最近當然因為有split learning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出現 那突然之間就是每個人用自己 像這種小電腦自己train的model 然後把前兩層分享出來 忽然之間變成一個可以所有人都同時train 但是誰都不需要分享自己的rual data 甚至連label都不需要分享的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split learning是像這樣子 就是16.4 扎在頭上找不到這樣子的案子 在金融體系的外部的 共同盡管應用的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而且我到各國去講 這個大家都往這個方向想 可是還沒有人真的做出來 所以這個很好買 就像那個之前的那個就是搶救水寶寶嘛 就剛那個自來水公司的案子 紐西蘭非常喜歡 因為紐西蘭他們本來不缺水 所以根本沒有放R&D在這塊上面 但氣候變遷 有些地方開始缺水了 那他們選擇就是說去跟 以色列的軟體公司買那種 就是專有的私有的軟體 但是他也不確定說 在以色列就是比較沙漠的這些地方 缺起來的東西在紐西蘭就很好用嘛 而且你完全是靠vendor vendor不更新 那你這個model就沒有什麼用 那但是他們就要我們的台水的這個團隊 去紐西蘭一起花三個月 那不是我們的data 也不是我們的algorithm 是我們的人用同一套三個月之內 解決基隆漏水的方法 去解決威林頓水公司 某一個地區的漏水問題 那我們幫忙就有點像是 就是示範表演賽嘛 就是我們在他們的隊伍混合編隊的情況下解決了 他們就學到說原來台灣看這個問題 是用這條方式解決的 那他們的SKEDA系統的 他們自己更了解 但是他們要的只是這種模式嘛 這種很多各界合作的這個模式 所以他們就可以繼續把它去深化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他們就只是付了一個 一般加速器的三個月的那樣子的一個費用 他們也不用授權費 所以這個叫做open innovation 就是說如果一個主權國家就是紐西蘭 他願意把他的SKEDA資料 像我們實際上談好的那樣子 去跟台水的分享 其實這個的實質意義比千什麼MOU都大很多 因為這表示說我真的很信任你 那我們的價值是一致的 那等等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國際上 Time Beneficial Ownership 像這樣子一種監管科技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賣的 所以我們也受到很多感興趣的朋友 那所以這是外部應用 那內部應用的話當然就是通常我們就是說 是用來讓客戶的體驗變好 讓客戶的體驗變好 讓客戶的體驗變好 大概可以分成兩個 一個是說如果AI就是Personalized 就是說你這個AI是跟客戶是共生的 那而且你讓這個客戶有個感覺說 這個AI是只為他的利益所服務 而不是為了 這個麥克風 我試一試試 好 對 好像是 沒電吧 好 那如果他是 就是很明確的 有說明書 可能好像不是麥克風問題 OK 所以是為了他的利益而服務 而不是為了好比像說廣告商的利益為服務 那這樣子才是真的assisted intelligence 才是補助師的聯盟團 所以 就像如果那個 台水的師傅的那個 如果 他不是 很有效的去指出說 就是旁邊有哪個地方漏水 而是 他是主要是要把這個 修漏水師傅的行蹤 賣給就是在地的 可能一些 社團朋友們 都 好 OK 那其實就會失去台水的信任 那或者是 如果HTC 在發展的時候 就是這個BOT 莫名其妙 一直推廣HTC的產品 那這樣子也會失去台水的信任 就是說 這個能夠做成 Data Collaborative的重點是說 它要解決的是 大家的共同問題 就是社會創新是為了公共利益 大家都不希望缺水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前提底下 這個AI才能夠獲得 各界的支持跟信任 如果你在一開始就說 沒有啦 我這個是有對價的 就好像說我們如果去紐西蘭 你就說 沒有啦 其實這個最後是要賣你產品的 所以我們留一手 那你一定要簽一個很大的 採購合約 不然的話一個港口 讓給我們演的回憶 那這樣的話 這個紐西蘭 大概就不會理我們了 對 我們當然不是 不是那種管轄領域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開始把那個公共利益 就是為什麼我們 黑客送都用SDG來當作編號 那就是把公共利益 確立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 比如AI磊 等等的這些 其實我很常常跟銀行朋友們說 就是你要讓你的客戶很明確的知道說 這還是一個信託關係 就是 Feduciary Relationship 那為什麼我願意把我的更多的個資 交給這個銀行的AI 當他問我的時候 就像為什麼我願意告訴我的醫生 或者告訴我的護理師 或者是告訴我的會計師 是一樣的嗎 因為我相信他們會 以我的最佳利益而行動 Acting in my best interest 那如果他們其實是因為廣告商 或什麼誰投資者的利益而行動的話 那我就當然跟他保持距離 那我的資料 我就要開始使用我的資料的請求 刪除 複製 可惜 這些最基本的權利了 因為你就不是為了我的最佳利益而行動了 所以如果開始能夠證明說 是為客戶的最佳利益而行動的話 確實conversational AI 就是對話式的AI 可以更進一步的讓客戶更有這種財務的素養 然後也讓這個銀行能夠更好的去 跟他去做財務的判斷 理財的規劃等等等等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Personalized 前提還是說它是Fiddle Theory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它當然也可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去讓很多的新興的 就是理財的APP 或者理財的應用的方式 不一定都要自己寫 它可以透過OpenAPI的方法 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暴水軟體 我們可能知道說今年的比較好用了 之前的比較難用 雖然之前的對有一些朋友比較好用 所以我們還是保留那個選項 沒有強迫你一定要用我們新畫的網頁版 但是這個網頁版為什麼會這麼好用 當然是因為兩年多 以前有一位朋友提案說 暴水軟體難用到爆炸 所以後來發現他是一位設計師 所以我們就說你行你來啊 然後我們就把所有連署人都抓來 然後你就一起畫出漂漂亮亮的這個報稅軟體 所以就是說你行你來 就這四個字 是要建立在一個特點 就是說這是有一個OpenAPI 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管是報稅這檔事情 或者是登山這檔事情 就是我們最近才有一個新的網站上線 那這種網站 我不知道這邊有多少人是山友 據說台灣山友是很多的 但是在以前就是你要去爬 不管是南湖大山啊 加密火啊 插電商啊等等的時候 都會碰到一個困難 就是說你要同時跟好幾個不同的 包含金針署 包含民間署 國家公園等等 就是要分別去申請 申請的格式都不一樣 可能這邊過了那邊沒過 這邊有山路那邊沒有 這邊保留區什麼之類的嘛 那是非常複雜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就很多山友非常的 就是心情不是很好 那所以我們就用一個你行你來的這個概念 就是要了包含什麼 健行禮記啊這個登山書啊等等等等的這些 民間的app的朋友 然後去說 那我們如果現在完全是一戰式的整合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你一進來 我就幫你去把營地山屋這些東西 因為你大概就是要經過這些嘛 不要你就自己還關掉就好了 然後呢每一個到底剩多少名額 怎麼樣可以怎麼樣排隊什麼 就一次的在這邊去進行申請 那申請之後他就一次的回來告訴你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 那就省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氣 那但是呢在這個過程裡面 還是有很多朋友說 其實我是比較資深的 這個新手當然很好用 可是資深的我希望用不同的流程做法 那我們公部門是要解決大部分朋友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去為每一位朋友去客製化 那尤其有些朋友他是 甚至是希望用就是不同的語言 這也是很棒的像有一群人叫HOT Alliance for Global Oriented Taiwan 他們主張說這個應該用純英文 而且不能是Google翻譯那種排版 什麼都要改掉的 那這也非常好嘛 那但是我們國家語言發展法 其實裡面有非常多種語言嘛 現在都是我們的國語了嘛 所有的原住民族語啊 這個媽祖語嘛 民東 對 然後那個當然就是台語科語 然後對那所以當然也有很多 語言社群的朋友希望說這個能夠用台文啊等等 來書寫 那就是說這其實已經超過銀件數的預算了 必須要誠實地說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就說其實這個只是一個我們叫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就是我們只是實作出來給大家看 就好像是很多線銀行透過open banking的方式說 我們的線上銀行只是實作出來給大家看 那但是呢我們後面用到的API 我完全都描述出來給你看 透過open API的這個方法 那所以你現在如果想要不是使用網頁 而是使用AR VR 使用對話機器人 使用什麼別的科技 我可能都還沒有聽過的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API 然後就把它接上就好 簡單來講就是 不是只是在服務的規劃階段 甚至已經到了實作階段 那我們還是可以繼續說你心你愛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民間的創新的能量 永遠比單一的銀行 或者是單一的政府的局處要來的大許多 所以我想這是AI對內的第二個應用 就是你可以把你目前用AI做到的服務 做成API 然後就告訴大家說 那就你心你愛 好 有三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請問政委對於非資工信的同學 因應未來人工智慧的社會 建議學生應該要學習哪種程式語言 已經要了解到什麼程度呢 麻生理工設立新的計算學院 並且與其他學院整合 是不是代表未來學生除了自己的本科之外 也要對人工智慧或者神經網路運算的語法 來進行學習 那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是兩個問題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先回答前面 我會覺得說 學習哪種程式語言 那迪特斯特教授那個迪特斯特有一個名言 就是說 一個人他程式可以寫到多好 取決於他對自己母語的掌握程度 對 所以就是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基本上主要不是寫給自己看的 主要是寫給其他人看的 因為你一個人能夠寫得非常有限 現在大部分的開放緣馬也好 不是開放緣馬也好 大概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人 一起寫出來的一個成果 那如果你就是行文的這個方式 讓人能夠在腦裡建立起一個很好的結構 那你就有越來越多人 會願意來幫你寫寫你的城市 通常到底 如果你看過很多經典的名著啊等等 你可以很快的抓住 就是這一段論述的要指 這一段這個的概念 他想要調動什麼樣子的感情 修辭的意義何在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你也可以在你的 就是解決最難的 資訊科學問題之一 就是命名的這個上面 占到非常好的一個優勢 那所以我一直都建議 就是寫給程式的朋友們 就是多研讀 就是他喜歡的那個文字的文學 那還有哲學 那這個特別是這個文體論啊 神友論啊這些東西 因為現在AI大概都還處理這個 那當然文理學現在也突然變得非常重要 那我們要怎麼樣證明一個AI是一個有德的AI 那這個德性文也必須要掌握 所以 所以這裡的point就是說 程式設計它 在我們如果是配合硬體來做的話 那它比方寫韌體 那寫韌體就跟我剛剛講的完全不一樣 寫韌體你的工作的階段 是完全用那個硬體的開發階段來決定的 你要服務的基本上 就是那個硬體本身而已 那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寫作表面是比較窄 而且任何人寫出來 大概就是只有錯誤多不多 以及跑得快不快 大概這兩個是最主要的差別 但是當我們在做AI 或者是做任何這種 我們叫做general purpose 就是通用型的程式設計的時候 那我們要注重的其實很多是跨領域的 就是我在這個地方解決到一個程度 那這邊可能就碰到天花板了 可是我這種 我本來以為只是下一位期的這種東西 原來可以transfer到別的domain 在這個domain反而就發揚光大 那在這個時候 你就必須能夠讓 不管是做蛋白質折疊的 或者是做什麼別的題目的朋友們 看得懂你在一開始 在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的思路是什麼 你把程式寫到你的思路 讓別人能夠了解 這個就是一個委屈工作 而且它有點像是長篇的詩 有點像服飾的那種文學著作 就是說你一面要傳達你的概念 一方面你還要一直押韻 一方面你的那個音節 Meter還不能錯 因為城市還是得跑 但是除了叫一直押韻 所以是一種比較需要創意的文學題材之外 主要還是給人看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就是先還是掌握好自己的就是模型 那掌握好之後 那再去學城市語言 當然現在如果你在AI的話 大部分都是學Python 然後JavaScript 這兩種掌握了大概就80% 就已經可以去調動了 那如果你覺得打字真的是比較累的話 那還是可以先從Scratch學習 這個Scratch是一個很好的入門語言 不要因為說你已經是大人不是小孩 我就不去用Scratch 那或者其他的圖形式語言 像我之前一直很推薦別人學Sikuli Sikuli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台灣人做出來的一個城市語言 它的語言就是不斷的去抓圖 因為它是用電腦視覺 那它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那個什麼搶台鐵票 或者是這個要訂什麼選修課 或者什麼的一些一些需求 那但是就是說 通常有這樣子的需求的朋友們 就會有一套操作方法 你看到螢幕上出現什麼 你就要按什麼 你出現什麼就要按什麼 那如果你要去爬山 你要去什麼369的話 就是你要在一個月之前的早上起點 然後起來 然後開始進行一系列的網頁操作等等 那這些當你要去說明給別人的時候 那通常都是用抓圖的方法 對不對 你先看到這個樣子去點它 再看到這個輸入框輸入什麼 再看到這個 這裡要點兩下 然後等個10秒鐘 然後再看到這個出現 然後再怎麼樣 那Sikuli就是 你可以做一份類似PowerPoint 然後都是靠抓圖 然後呢 就變成一隻城市了 因為它可以看得懂 你的這樣子一個抓圖的說明 它也可以讀你的螢幕 然後去在螢幕上面去比對 真的看起來像那樣子的東西 所以你就只要靠抓圖 你就自動化了 那以後你就放在那邊 它就開始幫你搶票 那我一向主張說 寫城市都是要解決自己生活問題了 所以就是這種很容易的事情 你已經重複做很多次的 那這個就靠抓圖把它解決就好了 就是當你一開始 有這樣子的學習經驗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AI真的是assisted intelligence 像剛剛Sikuli用的是computer vision 可是你不需要懂OpenCV 不需要懂computer vision 你也可以了解到電腦能夠自己 把你之前抓的圖跟新的網頁畫面 再做一個模糊比對 這個對你是有好處的 因為就像你在教你旁邊的同學一樣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為儀歸 那不管什麼城市原理 大概掌握之後 學下一種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學下一種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學下一種就會變得更簡單 那所以到最後就都無所謂 所以你先選哪種並沒有差別 所以主要是你在學的時候的動機是什麼 那計算學院 我現在是覺得說人工智慧 或者是神經網路的語法 可能不是重點了 就好像說我們教法師素養 我們法學素養其實 除非你要當大法官 或者是法律會的統任 不然的話你不需要對於他的語法 有非常精細的一個了解 但是你要把握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對不對 就是一個人他的基本人權 那到底憲法的法律的這個位階啊 有什麼不一樣 回來的話就會有一些 就是可能就是投票時候題目會有不同的解釋 然後等等 總之就是要有基本素養 那這些基本素養 包含公民的基本權等等 那這些東西都是在 其實小區階段 大家就可以慢慢去了解的 就算你不知道法律的文法本身 那一個好的一個法制社會 並不是說只有一群懵懵懂懂的人 跟一群立法者跟大法官 而是在中間有非常非常多 還有沒有做法律白話文的朋友們 去做這個法務的朋友們 那去做在就是地方上面去就是幫忙去看各種各樣的申請案啊等等 可能里長啊 的這些法務顧問啊 等等這些朋友們 那這些朋友們 比方說可能司改會之前有出過說 你如果在街上遊行啊 這個碰到警察的話 你要怎麼自保啊等等這些手冊 那這些每一個又可以再練到後面更多的 所以同樣的就是 就是按照你自己碰到的問題來學習 那在學習的時候 每次都知道後面有更多的資源可以運用 所以人工智慧也是一樣的狀況 像我們在看到AI Academy就是人工智慧學院他們的做法 其實他們很多的題目根本就是現在中小企業碰到數位轉型的時候 具體他就是碰到這些問題 所以徹底的PBL 他們根本不太去解開口啊 而且接那些題目 每個人看到就是說現在漏水 那怎麼樣子去把他的政策好 現在量率不足 怎麼樣把量率提高 那現在這個 像中文貝黑客松 那個題目完全是實事題啊 就是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problemless learning 所以介紹一下就是我們在左上角的國土智慧尋求隊啊 那他們做到的 他們做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在很多農地上面 那有一些就是已經蓋了然後的工廠 那這些工廠呢就是也不是很願意讓大家知道他們的存在 那但是因為現在有一個新的法律出來了 就是說如果他有污染到農田的話 那經濟部就要給他斷水斷電 那所以呢他們忽然都有一個很強的motivation 來證明自己其實沒有污染 所以這個就比較願意冒出水面 literally 那然後 那反過來講如果你是當地人農戶的話 那你知道上游有污染的時候 你當然是很神奇 你希望說斷水斷電 但是當你的上游跟你說 其實是更像有在污染 他們用的水也是污染後的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這一整排都得斷水斷電 那而是說 那我們就一起來找出到底真正污染的人是誰嘛 那所以他們就一起做了一個水盒子 如果有用過空氣盒子的話 應該是一個類似的概念 就是一個非常便宜的 而且是NBIOT 所以不是很耗電的 然後就是很容易你丟到水裡面 它要開始量三種最重要的這個污染源的indicator 然後一直寫到一個公用的帳本裡面 所以誰都不太容易去篡改啊等等的 這樣子一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的好處就是 它透過我們叫mechanism and design 就是說它不是去在現有的遊戲規則裡面 去想辦法贏過別人 那個叫game theory嘛 它是先去想到最後的一個結果 最後結果就是說 所有的人都願意守望相助 然後當這個污染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很精準的去把污染的那個污染源斷水斷田 這個是我們最後大家要的結果 各方都要這個結果 可能不包含排放污染 除此之外 各方都要這個結果 對 那所以你就開始反推 開始去設計一個遊戲 讓各方都願意去來加入這個水盒子的網絡 所以它叫reverse game theory 就是你有一個最後的結果 然後你開始反推這個機制 然後你把你的product design到 對所有人來講 加入這個機制 不是為了創造工藝 而是創造工藝 對它本身的私利是最好的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很願意去加入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環境質疑的題目 而且因為水到的那個擴散條件 比較固定嘛 比空氣容易去運算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比較快的去看到一個成果 那所以我這邊的point就是說 我們在自己的本科裡面 特別要學的可能不是語法 而是我們在社會學系叫做服務流程在設計 或者職務流程在設計 職載的這樣子一個工作 我們知道職載這個意思 本來是說有些身心狀況 比方說喜寒兒啊等等 跟人類的這個norm 的normal distribution可能不同 可是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特長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整個工作空間 設計成他們可以發揮他們特長的部分 而比較不會說因為他們跟其他人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而影響他們達到工作成就感 這個叫做服務流程在設計 那AI你就把它看作是一群非常 就是記憶力很好 然後可以忍受無聊 不斷地做重複的工作 只要看你看夠久就會學會 但是沒有任何嘗試 而且很難解釋他到底在想什麼的 這群朋友 然後你就幫他們做植物流程在設計 那所以這個值在當然在像那個WEF 就是世界經濟論壇 是把它叫做experience design 就是整個工作經驗的設計工作 但不管你把它叫做什麼設計工作 這樣子對於自己的流程去檢視 找到裡面自己在做的時候覺得結構簡單輸入 簡單輸出簡單 一直重複類似的工作每個人來做 只有0到100分的差距 這樣子的東西就是比較wrong 比較trivial 不是說不重要 只是說結構簡單的這些工作 那把這個東西的邊界畫出來 願意在這個地方開始去 開始量度數據 開始把它累積下來 去看國際上是不是有人已經解決了 發生的這個問題 這種素養 植栽的這種素養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那所有其他的 你都可以把你的問題 丟到人工智慧學校這一類的地方 然後就讓大家在學習的時候 順便也解決你的問題 這個也是mechanism design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建議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人臉辨識系統的運用 跟個人隱私權 跟法規規範之間 要怎麼樣去更平衡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人臉辨識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general purpose 就是它可以用非常非常多的運用 它可以用來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因為時事題嘛 比方說它可以用來偵測說 有沒有人太接近這個鐵路的軌道 然後趕快提醒它說 就是三思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要做同一件事情 你也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就是motion detection 或者其他的東西 就是它可以用一個single purpose 而不是general purpose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general purpose 為什麼很有吸引力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大家都要 雖然應用不同 所以大家一起研發的結果 就是它的成本會比較低 那而且呢 因為大家都要 所以它比較容易 進入那個共同共運器源 那對很多採購的朋友們而言 你放在共器裡面 我就買了嘛 那我做一個special purpose的 我還要特別上籤給長官嘛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 確實是一個隱憂啊 那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做兩件事情 來平衡這個 一個是說 創新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好比說一個部長 他覺得說 嗯不行 我不能用人類辨識 我這個就要用motion detector來解決 不要用什麼東西來解決 那這個時候 在以前 即使他是部長 因為主機是一條片 其實是不受部長的方向 對 就是以前 那他只能最多有十萬的這個表案 可以他簽了 然後就出去 然後就做一個試作 那如果這個還需要一些使用者流程的設計的話 如果學過服務設計 就知道 十萬大概 大概 五個人吧 差不多 對 那你可以隨便五個人 那就很難有一個很具體的 多方厲害關係人的這個一起設計 可以扣地傷害狀態出現 那所以我們現在改了規則 那所以部長簽了之後 就可以用一百萬 那這一百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含你第一批motion detector等等 其實很多總統被黑客送的試作案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來把它在第一個區域裡面具體落實 所以即使公共侶信員裡面沒有 即使這是一個 就是大家都沒有想過 可以用這種比較基本的方法解決 你還是會有比較充足的 就是法規上面的資源 說好那你換一百萬先試試看 那這個是我們這樣的做法 那好比像說我們就是 As we speak 現在衛福部已經正在做 把健保卡 如果你隨身攜帶很容易搞丟 像我 我就常常搞丟 那卡片 那在隨身攜帶就是 比較不方便的情況下 那我手機比較不會搞丟 所以可以把健保卡虛擬化 放到手機裡面 那手機裡面 它就是用一個動態的QR code 就跟高鐵一樣 其實那你要看拼的時候 你就刷QR code 最後聽到的時候 刷一下QR code 這樣子的一種虛擬的做法 那同樣的 QR code是一個special purpose 當時來 要這個 做這個實驗案的廠商 非常想要加上人力辨識 因為我會議記錄書 資討裡面都有 所以這已經是公開資訊 因為他覺得 他這個 可能 這個實驗案 他賺得有限 但他如果能夠在這個中間 順便磨練一下 他的人力辨識模組的話 他的那個 就是投資者 應該會比較高興 那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並不想要這樣子 因為 確實你領料這件事情 他只是要確認 剛剛的這個儲房 現在是開到同一張健保法的卡號 他真的是掃8塊 後 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我們在這個時候 去用刷臉的話 等於是給大家一個不好的示範 不好的教育 那其實你認真要我講的話 這個 我常常搭國內線半機 像立榮航空 或者之類的 那他們在取票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很多人拿健保卡 放進去 然後就換一張機票回來 那 我也覺得 這是很不好的機會教育 因為 因為他要讀你的健保卡 到底 他只是要確認你是誰 對不對 只是要確認你的身份證字號 或者是你的姓名而已 那但是 你這樣子 其實 你是授權他 就是把你這個快取在裡面的 包含這個 最近五天的廚房 什麼東西 就是說 你很想像說 你要去搭個飛機 你到臨櫃 然後櫃台 這個問說 請問你最近五天 有沒有什麼廚房用藥 那對 這個就是好像跟飛行 一點關係沒有 當然我不是說 這些航空公司 有去讀這些單位 應該是沒有 那但是 這個習慣本身 我覺得就是一個 不是很好的習慣 那這個是需要大家 一起Stay Vigeland 就是說 要 要當這種狀況不妥適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出來說 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並不妥適 我們不應該 只是因為 健保卡大家都有 就把它當作 拿機票 的一個方法 它已經完全超出 它本來的目的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如果是刷個QR Code 就應該可以領票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去用人類辨識 因為 這是本來的目的 就用本來的方法去使用 那所以 這就是 在政策方向上面的導引 那另外一個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 對於各自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各自法 本來就有賦予 我們的 就是請求副本 刪除 更新 這些基本權利 而且是不能夠用 合約去拋棄的 那所以 其實多一點人行使這種權利 大家就會發現說 你越 general purpose 你要承受的那個 服務成本就越高 那你越 不general purpose 我就可以說 我一開始就沒有蒐集 所以你要求我給你副本 我沒有副本 因為我沒有蒐集這個資料 所以 就是說你要讓它的法務成本 高到一個程度 而且這個是一般消費者 要一起做的 它的法務成本高到一個程度 它才會發現說 原來擁有這麼多個資 而沒有一開始取得你的信任 授權 剛剛講的信託關係等等 對它是一個liability 只要我要到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它覺得 這是我的一個負擔的時候 那它才會覺得說 那我們叫做privacy by design 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 因為我也很誠實講 我們這邊是就是自由市場 大部分商業的設計上面 它要運用什麼 只要有人願意買單 而它沒有違法 說真的都是交易自由 我們很難去管 那但是如果大家開始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那我的個資 我隨時可以要求副本 可以要求刪除 可以要求更新等等的話 那大部分在沒有取得你的信託授權以前的 就會開始慢慢不太願意這樣子做 那當然以前另外一個困難 是因為我們每一個部會 對於各自的解釋都不完全一樣 那但是這個在這兩年也有所解決 因為國發會現在擔任我們的 就是整個行政院的各自專責辦公室 所以任何的問題都直接 forward 去他們那邊去解決 所以至少在法令的一致性上面 現在已經是完全由國發會來處理 那所以之後我覺得 不管我們要做audit 還要做什麼東西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好像多頭馬車 因為我們也不希望業界這個 一個部會來audit說 好棒 我把你當標竿案例 然後另外一個部會 過了一個月過來 就說不行要罰你錢 這個就是會讓大家覺得 政府是有點精神錯亂的 那所以我們這兩年 就是很感謝國發會願意 挑下這個其實滿重的單子 但是現在已經就是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多了解 都可以去國發會的各自的中心 他們是有一個網站的 好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政府有提供哪些促進社會創新的資源 那就像我們台灣登山申請了一站式服務網 而且網址叫做hack.taiwan.gov.tw 一樣 那你只要把這個hack改成SI Social Innovation 就是社創 那你就會到一站式社創的服務網 那這個也是我們的創新 因為以前我最早就是建議要這樣子做 是因為有一位朋友在我演講的時候 然後問說台灣的AI AI Taiwan 有沒有一個英文的 一目兩眼的一個 strategy 因為它如果限制英文搜尋 然後用AI台灣去找的話 第一個是說政府的示範在比較後面 而且呢這個經濟部有一套 科技部有一套 然後經濟部裡面事實上還有三套 然後各個不同選頁單位有各自的一套 那然後等等等等 那這個就是對我們在國外 就是像那些場合是非常非常不利 對那所以我們後來就覺得說不行 這個SEO不能輸 所以就是搜尋請看你 那所以我們就在想說如果人家Google的 大部分都是AI台灣 那這樣子的一個Google的方法 我們要怎麼樣讓我們一定會跑到第一名去 那所以後來我就做了一個具體建議 就是說我們就把網址叫做AI.台灣.GLV.TW 那果然就很有效 他上去的第一個禮拜就輸到第一名 你很難跟這個網址拼嗎 因為以前都是某一個部會 像科技部MOS GLV TW 或者是某一個地方政府點台配或者是怎麼樣 那但是以前沒有這種不分地方中央 不分中央各部會 甚至也不特別去分官方跟民間的這種網域的用法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大量的去使用這種網域 因為我們發現在社群分享的時候 在SEO上都非常的好用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台灣戀愛的發展 而且有外國朋友想知道的話 你就打AI.台灣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看到我們的Vision 實際的做法 最新的消息等等 所以社創平台也是一樣的 就是如果對社會創新就是不確定這個 現在你能夠做哪些事情 或者政府有提供哪些資源 像剛剛社會朋友的問題 那馬上就可以看到政府對於社會創新 實際上目前正在有這麼樣的資源 多大是一眼 那但是你就可以開始從 就是你的聯合國友去發目標開始去夠 你的想要做的心態開始夠等等 那我也了解說 並不是大家都是文字學習的這個 模態啦 其實我們常公務員做出來的 網頁或者文宣就是比較少配圖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有一個simpling bias 因為你要能夠通過國考高考 其實你的文字能力還蠻好的 所以就是常常都是target這群人 可能只占社會事發 所以我們現在是很認真的去運用聯合國友去發目標 因為其實在聯合國友去發目標裡面 大家都有非常多很具體的 這種icon 回我國最大國籍技巧的所在景中 有許多重大的公共檢測 支援住宅率達百分之八十八為六度之關 總之就是每一個城市可以有它自己的VOR 永續發展的在地報告 新北台北都有發展的在地報告 新北台北都有發展的 桃園目前是出稿的這個階段 你也可以看到在這邊 所有存在投入社會創新的朋友們 正在做哪些題目 現在的產品到底是什麼 稍微看一下 他們有電商啊 真的有電商 我們趕快按一下電商 對對對 這個大學作為教育單位 營運模式 好像還不錯 真的欸 他們真的有賣 時尚彩妝 時尚彩妝 大學商品 還偷批護理 新美學 還有一些農企業的這個產品 所以你看真的有賣嗎 不是 不是 暈目混出 對對對 所以 因為要登入到這個上面 我們其實並沒有限制它的 就是各種各樣子的型態 所以當我們在看它的型態的時候 就是在這邊找合作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樣捲下來是非常非常多的 公司獨資合夥 有限部落工法人 財團社團 合作社廚戶 農漁 農田水利會 大專院校 其實都可以 那所以在這個 以前就是每一個是不同的主管機關 我們現在是等於所有主管機關 把所有它正在輔導的 只要是做永續發展目標的朋友們 都全部集合到這個平台 現在400多個 那在這個平台裡面 因為大家之前可能知道一個台灣精品 就是這些紅線把它跟它緊字號 把它這個 支在一起 那因為我們要擴大我們社會影響力 所以就是同樣的幾條線 那是一個暖風扇 再一個icon 那這個暖風扇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在 納入這些朋友們的產品 進入供應鏈 其實我不確定 文大的那些 哪些可以納進供應鏈 但是說不定是有的 好 那在總之納進供應鏈之後 它不但對一個品牌有幫助 好比像說大家可能比較聽過的是 路易莎咖啡去使用 鮮乳房的牛奶 或者是全家便利商店 跟天和鮮物一起開這個概念店 就是說當一個傳統的企業 大的企業去結合一個社會創新者的時候 它不是只是好像照顧它而已 反過來認同這些的朋友們 也反過來能夠去inform 這個企業它接下來應該 往什麼方向去發展 所以我們就會頒那個 亞太社創合作獎 就會頒給 越看起來不太可能合作的人 我們就會越頒獎給他們 好比像說 有一個倡議組織 叫做這個動社 他們動社的研究會 他們就跑去進入了 加勒福的供應鏈 那一般你不會覺得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關係 但是因為加勒福要推那個 飛龍斯的雞蛋 所以他們就幫忙設計了很多 就是母雞被關在籠子裡的 那樣子一種互動式體驗 就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飛龍斯雞蛋 有什麼樣的好處等等 那慢慢的也讓加勒福在社創這邊 等於是它變成一個 有別於其他賣場的一個平台 其實天和跟全家 也是一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裡的Point就是說 我們在提供的資源 不是只是政府提供的資源 雖然剛剛那個一覽表裡面有 而是我們也會去把大企業的 大的CSR的 提供的資源 也放在裡面 那每次你進入這個供應鏈 你只要賣了每年 五百萬吧 這個唐鳳就會出來頒獎 給你 但是也給這些 買你的這個產品跟服務的人 那如果你覺得說這個 唐鳳不是很稀罕 可能這個文大可能覺得 教育部長來頒獎比較好 我們也趕快巧一下 教育部長來頒獎 之前儘管會頒獎 如果你是銀行的話 對之類的 就是我們會讓所有 加入這個專案的12個部會 都aware到說 其實他們自己部會的資源是有限的 那但是他的資源 如果按照去互相加成的話 他這個放大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有空可以上社會創新平台 可以看一下我們目前的工作狀況 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社會是不是有可能追上 歐美的AI的科技趨勢 當然是可能的 因為歐美的AI科技趨勢 有一個共同的發展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 AI要變成我剛剛講的 assisted intelligence augmented intelligence human centric等等等等 那他們最大的一個挑戰 其實為什麼馬上理工學院 要來台灣開自家車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的社會裡面的各部門之間的 互信的這個結構 他們也還在找尋 並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可能大家知道說 這個劍橋分析的事件之後 其實美國人對於Facebook的信任度 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信任度低 但是因為他的AI很厲害 就是跟你是一個寄生關係 即使對你沒好處 還是會繼續對他創造好處 就是會不斷產生上癮物質嗎 多巴胺呢 不是 會不斷產生上癮物質 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接不掉 那所以他們現在就陷入一個 接不掉又不相信的狀態裡面 那所以同樣的 為什麼Facebook花這麼多資源在台灣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他們也想要說 那我們的CSR部門 如果能夠去做出一個讓大家 就是都比較福氣的共同治理的架構 在AI的監管上面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回過頭去說 那對不起我們錯了嗎 我們改了嗎 那台灣的督導之下 我們解決了這個我們的監管的問題 那像這個是LINE LINE也是一家跨國公司 那我們知道它主要賣鐵圖 那所以它的 但是最近也賣致富了 那他們的之前常常被詬病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上面看完一個東西不容易 但是轉傳太容易 那所以就會造成說 其實LINE主要是讓大家彼此交流 就像email一樣 就我想到什麼可以告訴你 那在上面就會有些free writer 就是我們叫做心靈的流感 就是說會調動一個人的憤怒 那你看到這個時候就很憤怒 不管真的假的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分享實在太好按了 所以就按了分享 因為憤怒一傳染就變成分開 分開之後就變成同仇敵開 同仇敵開是一個正面情緒 那個人的憤怒是一個負面情緒 所以就是說你這樣就可以馬上 就個人有一個總副傳證的一個狀態 那就像咳嗽一樣 咳嗽跟大家有保持一定的距離 所以沒有傳染問題 其實我也不是感冒 但是就是說如果是沒有保持一定的距離 大家這個彼此之間互相靠得太近的話 那很容易一按轉傳 那就再轉傳再轉傳 所以我這邊可能這個身體恢復了 我感冒好了 我發現說這件事情原來不是真的 那但是 我因為已經傳染了超過一個人 所以就還是爆發式傳染 所以像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是一個公共衛生 心理衛生 上面的一個挑戰 那所以公衛當然是需要這些vehicle來解決 所以我們就有民間的很多朋友 真的假的 Metal Pen 藍木舊吐司 TFCC 等人 所以LINE就說好 那我們就開始跟這些朋友合作 那之後呢 就像檢舉垃圾的詐騙郵件一樣 就是 郵件理論上是個人的通訊 我也不應該 就是去讓政府開拆嘛 也不應該讓我的 郵件提供上開拆 但是呢 有一些 郵件就像我剛剛講的這些一樣 其實是 完全是 就是他讓人 就是濫用電子郵件免費的特性 然後他就會說 可能他是什麼皇室的貴族啊 有什麼一千萬啊 那你只要付十萬的這個保管費啊 他就匯到你的帳戶啊 將他逃到台灣的時候 就可以什麼之類的啊 這個從二十年前就已經非常長收了 我看比較年輕的朋友好像沒有感覺 因為都已經被AI解決了 就是這些電子郵件都已經被AI移到各位的垃圾郵件資料夾了 但是在我們當年就是兩千年左右 這個是很嚴重的 而且Bill Gates當時甚至說 E-mail都要付郵票 如果你不付郵票 其實就不能夠送E-mail 不然的話E-mail要完蛋啊 當時的那種恐慌 其實跟我們現在就是看到LINE上面的這些 不是訊息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那最後解決的方法 也不是說我們推動了什麼法律嘛 其實都不是 而是說大家Gmail也好 Mail也好 什麼都同意說 那我們把民間的一些創新 當時都是用流氧器外掛等等的方法 放到我們的產品裡 任何一封信裡都有一個小小的棋子 叫做監舉為垃圾詐騙郵件可以按 當你按了之後 他就捐到一個像這樣子一種國際網絡叫Span House 那Span House就會去分析到底是哪些人在寄這些垃圾郵件 那同樣這些人在寄下一封的時候 就會跑到垃圾郵件夾 他就不會跑到收剪夾 也不會浪費大家的力氣 那等到各方都這樣做了之後 我做這件事情 我就沒錢賺了 那因為就很少人看到 很少人看到我就沒有辦法得到這個收益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會可能改去做別的活動了 所以這個時候希望是改寫規徵 但我很如何就是說 我們就是這樣子一種類似聯防的這種方式 就是說並不是要政府來決定說 哪些東西是謠言而哪些不是 而是任何一個願意先去的朋友 都可以contribute到這樣子的體系裡面 那這個就是很具體的就是 為什麼英美的也包含像LINE這樣子的公司 為什麼那麼希望跟台灣的社群一起去合作 把AI的治理方式找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這邊 不管是成文學院社各界 大概都還是有一些基本的基礎信任 那而且在裡面的官是最低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只要找社會部門 就是很reputable的社會部門 像Facebook好像是找紅刀老人基金會 或者展示協會 那都非常的reputable 大家都覺得說 在他們的樂靈的這些教育上面 去讓長輩知道說 不要在LINE上面 我們明明只是想要關心大家 什麼跟什麼一起吃 什麼微博或怎麼樣 等等等等 但是這個 我的精神 就不斷地來澄清 讓我這個很沒面子 長輩其實也不想要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其實很重要的就是說 讓長輩可以發現說 你只要學了這些基本的事實查證的方式 那其實你在家裡的地位就會提高 你就可以去分享一些 真的對大家健康有幫助的一些秘訣 不會分享一些 就是什麼微波的會怎麼樣 的那種東西 對 那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老人嘉賓也是很願意學習的 那也很感謝紅刀老人基金會 但這個point是說 然後在台灣我們才有這麼多 非常願意自己出來 知道說政府不適合來做某些部分的時候 讓自己願意出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不但已經追上我會覺得說 特別是在co-governance 就是協作實治理上面 其實這些民間的朋友們 是走在全世界的前沿 我們有非常多的研究者 就是直接來台灣 然後指明就是要找這些 在民間做創新的朋友們 那我這邊也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說它並不是性別歧視的一個網站 對 那個cofax 對 因為你每次refresh 會換一個人站在民視 他的網子 只是大家都可能站在耀眼 對 對 然後這個就是讓大家就可以非常快的 一目了然的知道說 就是我們目前現在正在流行的謠言 到底是哪些 然後都已經恢復了 非常好 那 然後以及 就是目前的這個回音列表 就是包含還有不時訊息啊 等等的這些 那所以我想這個就大家就是有空自己看 地方的爸爸需要你來批評 這個文案又改進了 對 OK 好 對 但是這個是很棒 所以後來因為我前一陣子去泰國 去住來龍宮大學 然後去也帶了就是包含我們的就是 旗下達人這個黃錦鳴博士 講 Open Data 自作工藝啊 然後Cofax有去啊 外交部工程會啊等等 那他們對這個是真的很有興趣 然後所以 我一回台灣 就接到這個網址 Cofax.org 你叫白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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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他們也在用Line 對 然後而且這個也不需要Line 官方同意啊 對 而且你看這個這個真的非常這個非常的鮮明喔 對 好 對對對 當然我看不懂配文 但是我是覺得很棒 就是說 因為是Open Source的關係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治理概念 你不需要泰國的政府同意 你也不需要Line的泰國部門同意 因為這個跟這些人合作是Line台灣的CSR部門做的 就像剛剛跟紅島什麼是Facebook台灣的CSR部門做的 所以他們在泰國目前沒有部署這樣的CSR資源 但是做的過程也許雙方都多方都很花力氣 但做的結果 你不花力氣就靠過去了 那靠過去之後其實就可以在那邊boostrap 就是 開始啟動一個新的就是說 不是什麼都是靠政府 或者政委 或者部長 來判斷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而是所有人都可以集中人之力 然後來達成重人之勢 Again 這個就是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概念 好 那不好意思 這個雖然我也很想要講12年國家科學 畢竟以前是科法會成員 但是 就是我就沒有什麼時間來就是多說了 那我這個可能只講一個point 就是說 核心素養裡面的就是ICT運用於媒體素養 在這裡面 大家聽到媒體素養的時候 很多人想到是媒體適度 那媒體適度跟AI就沒有太多的關係 因為它是一個作為閱聽者的一個framing 就是了解到說人家要你看這些詞 到底人家藏起什麼目的 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但是因為在台灣 我們寬頻是基本人權 所以不管是在玉山的山頂 你還是有寬頻網路4G可以用 那或者是在什麼東沙島太平島 也都還是有4G網路可以用 而且一個月只要499 講出去這個外國人都不相信的 那不過那當然意外 但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很便宜又不限量 然後又全台灣都有98%的評價都有 那在這個情況下每一個人都是媒體 每一個人都是直播主 每一個人都其實不是只是學閱聽者的那種媒體適度 而是要學媒體產製者的這種媒體素養 那在這裡面AI就可以扮演非常多的角色 當你是一個媒體的產製者的時候 你最希望的就是AI可以幫你去做很多雜事 好比像說主板 上字幕 或者是去找出比較好的縮圖 或者影像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當你開始經營自媒體的時候 對AI的需求就自然冒出來 就像是如果你家裡一個空氣盒子 資料監管者的那些基本素養 你才有可能去學習 只有什麼當年大家要兩餐寶寶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沒有一個對外的這樣子 一個social object的時候 完全只看課本 根本就不可能學會AI在這些地方 要怎麼樣去跟你說 但是一旦看到了空氣盒子 看到了水盒子 看到了剛剛講的這個自媒體的這個talkit 看到了自己跑來跑去三輪車的話 那這些AI的一些抽象的概念 馬上就給大家具體可以互相操作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讓學生自發的去設定方向 這個才是我們12年國家的課剛的一個精神 所以也不是有一個標準答案說 媒體適度一定要怎麼樣 而是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自媒體 那每一個自媒體的發展 各種各樣的發展都是正確的 只要一直保持著 就是永續發展 對大家的這個公共利益的熱愛 那有時候就去阻擋 歡樂一點 沒有問題的 好 那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那那個因為那個我們莊政委很快就要趕回台北開會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感謝他 我們再次鼓勵感謝一下 謝謝